戴帽子眼鏡刻意保持低調 他是有性感教主之稱的 網紅雪碧 到北檢出庭 談到和直播主Toys的官司 忍不住哭了 和Toys不認識 兩人卻因為這件事崗上 有要跟Toys道歉嗎 Toys評論網紅超哥的餐點難吃 當街糟喔 雪碧事後說Toys嘴那麼臭 會被打也是應該的 Toys開直播反嗆 要雪碧回去好好伺候乾爹 害大批網友灌爆他的IG 留言不雅自言 因為他的原因 我還就是什麼 被創改為幾百科 所以我覺得他帶風向 跟那個粉絲的力量滿大的 他說伺候乾爹是說 我要叫我去 就是粉絲的意思 可是一般人聽伺候乾爹 怎麼會覺得說我是粉絲呢 你們應該都很聯想到 就是你被包養 不滿Toys事後不認錯還狡辯 雪碧強調絕不和解 年看Toys即將入獄 雪碧有話想送給他 臺灣司法的公正就是來的是時候 就是希望他進去好好做人 出來以後就是可以 嘴巴就是不要再有那個 攻擊人這樣子 而Toys哀告不止一件 之前在直播大聊 原子少年前成員小孩 捲入網美感情糾紛退團 添加許多辱罵字眼 該名網紅在影片底下留言 說內容非事實 希望下架 但影片已經多達43萬觀看次數 網紅氣得提告 案件還在士林地檢署調查中 Toys敢說敢講賺流量 讓他官司產生 TV的宣誘無縣簡約席電話 田家慶 SNG小組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